歡迎收看東一卓的橋 我是瑋恩 今天要帶大家在上野跟秋葉原這邊半日遊 那首先第一站我們就從上野公園開始走起吧 現在的時間是6月中的下午1點 其實天氣已經蠻熱了 我剛剛看了一下天氣的APP 發現現在大概已經有29度 然後原本我的計畫是一下飛機就先去吃中餐 但是因為我發現我現在還沒有很餓 所以想說先來公園這邊走走晃晃 消耗一下體力 等一下可能會比較吃得下 上野公園這邊算是我的管區 因為我之前住的地方離這裡只有兩個站 那講一下這邊的特色好了 首先第一個就是櫻花啦 大家現在看到的這一條道路上這兩旁 其實全部都是櫻花樹 然後這邊呢也是東京的算響鷹的名所其中一個 另外我有發現喔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過了櫻花季的關係 跟我上次一個月前大概4月底的時候來相比啊 可能那時候黃金洲啦 對對對 我覺得這一次不管是本地人 然後或者是遊客都變得很少 但有可能是因為我現在在正中午的很熱的公園 所以沒什麼人好像也還蠻合理的 當時我觀察到那個旅客的數量 確實從我下飛機開始到這邊 都覺得好像比上次少蠻多的 我來這麼多次還沒有看過什麼上野大佛 去上面看看好了 喔 這就是上野大佛 上野大佛這邊感覺起來是在拜學生 就是合格祈願的 這邊我要去上大學的啊 東京藝術大學 這有一個蠻酷的 閩南語 能力認證 太特別了吧 我們沿著剛剛的那個櫻花大道 往美術館的方向走 左手邊就會經過上野東照宮 然後這邊有一家超級可愛的 那小店小賣店有賣那個剉冰的 我們就來去東照宮看看吧 其實我對這裡好像也沒什麼印象 但是我明明上野就來操作吃 我覺得有點奇怪 可以看到東照宮的重要文化財 就是鑒於1651年的 也非常的老舊啦 原來東照宮這邊祭拜的 是德川家康 德川慶喜還有德川集中 這邊有一些他簡單的歷史 這個園區看起來也蠻完整的 在那個動物園裡面有五重塔 然後等一下會看到那個金色的本店 然後我們剛剛走過來的餐到 然後一路可以走到往不仁池的方向 來到這邊然後會讓我想到那個 日光的東照宮 因為他們的那個算是造型 然後還有整體的感覺 包含像旁邊剛剛看到的這些 石燈籠啊等等 都還蠻像的 雖然我是覺得 有一些神社跟神工 確實他們的建築物都蠻像的 但是這邊的那個 感覺特別的相仿 走到底這個金光閃閃的就是 本店啦 上野這邊的另外一個亮點呢 就是這邊很多的博物館美術館類 像這個國立博物館啦 然後東京都美術館 然後這邊還有一大坨 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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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你有喜歡逛什麼什麼館的人的話 其實光是在上野公園這一區 你就可以晃一整天沒有問題 上野公園裡面的另外一個民景點 上野動物園 走到底呢就會看到一個 現在正在施工的這個區域 這其實呢是一個噴水池的廣場 然後左手邊這邊呢 有一家星巴克咖啡 然後右手邊這裡呢 這個也是一家叫 Everyone's Cafe 這兩家都還蠻大 然後戶外的座位都蠻漂亮的 這個噴水池前的廣場啊 因為還蠻常辦活動 像什麼台灣記啊 然後有的沒有的一些 可能有時候可能有一些什麼音樂會吧 不太記得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了 剛剛說的那個噴水池的附近 那今天的熱度有一點超乎我的想像啦 本來想說不會到很熱的 但有可能是現在是套中島吧 很久沒有中午在外面散步了 噴水池再走過來一點呢 就是東京國立博物館啦 那我們有去裡面逛過 拍過一點東西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還蠻推薦的 如果你對博物館類有一點興趣的話 它的館長 我覺得算是還蠻豐富的 我們上野公園逛的差不多了 現在要往車站的方向走 那其實我原定的計畫是要 去吃可能拉麵或豬排 但是因為今天真的好熱 然後我最近在減肥其實中午都沒有吃飯 有吃一根香蕉 所以真的是不太餓 所以我決定去附近找一個咖啡廳 喝個冰咖啡休息一下 然後再繼續逛一逛上野周邊 然後最後我們會散步到秋葉原 因為實在太熱了 所以呢我就來我最常來的那個上野車站1號出口的上島咖啡休息一下 然後等一下 該不會再繼續逛一下那個阿美橫町 然後還有走可能散步到玉土町 然後最後走路到秋葉原這樣 我們剛剛休息了大概四五十分鐘 那接下來我們就從剛剛看到的阿美橫町這邊這條街 開始瞎逛一下啦 這邊雖然已經介紹過100次 不過呢 我還是簡單的說一下啦 阿美橫町這裡呢 當然大家都知道就是以藥妝店最出名啦 我上次來的時候有大概數了一下 這個短短的可能 我不知道兩三百公尺內吧 應該有超過大概七八家的藥妝店 然後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喜歡來這邊逛藥妝店的關係 我上次有講過這邊其實呢 真的就是一個有點像蔡奇亞家夜市的地方 所以呢它有賣剛剛看到什麼肉啊魚啊 然後也有賣水果也有餐廳小吃 反正就是什麼都有大雜燴的地方 跟阿美橫町平行的這一條玉圖挺通 有蠻多就是賣美國衣服啦 阿美橫町平行的服裝店 然後因為這邊其實阿美橫町最早它的歷史是因為 我記得是跟美軍有關啦 Amerikam 所以這邊就會有一些比較 不是日本文化 然後是可能跟美國文化有關的東西 這家三浦三崎港 我之前有帶我爸媽來吃過 還OK 然後這家咖哩專門店Crown Ace 它賣的咖哩就是 算是那種平民美食吧 就有點好吃又便宜 我記得它之前的咖哩有那種五百元以內的 你看它這邊特選咖哩有只要四百五的 然後其他像這種有肉的阿 也只要不到一千塊五六百 它的特色就是便宜但是還蠻好吃的 然後這家就在車站對面阿 你看算是車站在那邊嘛 正對面這家玩具店 Yama Shiroya 我都沒有認真逛過 所以呢 我今天決定去進去裡面看看它到底有賣什麼 因為它好像還蠻人氣還蠻高的 剛剛快速地逛一下 它總共有六層樓 那裡面基本上就是賣一些動漫啊漫畫 然後也有像什麼Marvel等等 IP的各式各樣的周邊產品 接下來逛的這一條呢 一樣也是跟剛剛的阿美橫丁 然後還有那個玉圖丁通 都是平行的 然後這條應該是叫 剛剛看到嘛 什麼玉圖丁中央通 反正就是這附近三條 算巷子吧 都是有蠻多東西可以掛 然後這條巷子裡面的這個博多蜂籠阿 是我以前 假日的時候來很常吃的 那個豚骨風的拉麵 我還蠻推這家的 然後這條巷子 左手邊的這家Marui呢 也是以前我來這邊最常逛的 因為它跟車站基本上是連通的 所以我都會在這邊找東西吃阿 或是吹個冷氣 然後出來之後呢 就一樣 在這條街繼續閒晃一下 喔對了 剛剛這家Marui也有 無印良品之類的 然後也有宜得利 所以我還蠻常在這邊買一些生活用品 這一家炸和牛 Aona 也是這邊蠻有名的 炸牛排 哇靠 好我們現在帶大家走回到 阿美橫丁了 然後呢 剛剛還沒逛到的地方 其實就可以到 連接到惡木果子 從這邊走進去 就是了 沒有賣超多乾貨 然後各種就是餅乾類的 是這邊很受歡迎的一家店面 我自己也在裡面 買過好幾次零食之類的 就是這邊阿 你看 很大一棟阿 然後 什麼鬼東西都有賣 在這邊 算是我覺得一站就可以 買 幾乎買到滿吧 這也是為什麼 上野這邊 那麼多人喜歡過來逛的原因 惡木果子再過來一點呢 會有一家 小型的唐吉赫德 走到底呢 就到玉圖丁站了 然後 然後玉圖丁站的這邊的底 就可以看到這一棟 有 UNIQLO跟GU的 算一個小小旗艦店的感覺吧 我們剛剛逛的三條街 分別就是阿美橫丁嘛 然後 就是玉圖丁通跟中央通這樣 好那我們接下來 帶大家往多慶屋的方向走走啦 如果跟這邊比較熟的人 應該都知道 這一棟這麼大來拯救中的 就是之前的多慶屋的一館 所以找找它的新館給大家看 就在原本一館巷子的旁邊 就可以看到新的這一棟一館啦 然後我也一樣進去幫大家看看裡面 長什麼樣子好了 新的一館呢 韓地下總共有六層樓 然後B2B1是超市嘛 然後一 一樓是 吃的阿 然後餅乾 二樓雜貨 三樓化妝品 四樓的話是大創 sj 剛逛了以下二樓 基本上都是一些那種 比較偏超市的什麼日用品 三樓這邊的話 有滿大一部分是藥妝的 好 我剛快速的逛完了 說實話我沒有到非常的懂 因為之前的舊的多慶屋 是有逛過一次還兩次吧 然後反正我知道它就是有賣非常多 當地的餅乾零食之類的 我剛看了一下其實這邊一樓也是蠻大 然後種類也是蠻多的 那如果有人已經逛過 然後也知道兩個有沒有什麼差異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 這個方向是上野公園的正門口 然後走出來 我們現在要帶大家繼續從這個 豐阪屋擺貨這邊這個方向 這一條馬路叫中央通大條的 或者是大家也可以記就是上野廣小路站這邊 然後往就是離開上野的方向這裡 直直走 一直走就可以到秋葉原了 好順便工商一下 大家別忘了就是我們大碗百貨 還有松阪屋上野的松阪屋百貨 都是有合作優惠券的 可以去IG的首頁 或者是FB置頂的文章下載一下 購物的時候都折扣 其實呢 我故意走這一條中央通 要到秋葉原 也沒有故意啦 因為走這邊最方便 但就是走這邊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剛剛不是沒吃東西有點餓嗎 然後我想說來這邊買一個也是很 但是現在還滿冷門的 是下午4點多吧 所以店裡面沒有人也不用排隊 我們就來吃囉 它的銅鑼燒真的很好吃 就是那個銅鑼燒的那個皮啊 有點像鬆餅就是厚厚啊 然後鬆鬆的也有那種餅皮的香味之外呢 裡面的紅豆餡甜度剛剛好 然後也可以吃得到紅豆顆粒的感覺 我們吃飽了 繼續上路前往秋葉原了 這個路線呢 其實有在我們之前的 路吃都會散步的東京路線 裡面有出現過 因為它真的就是跟著中央通 然後一直線走就到了 真的是還滿方便的 其實真的還滿快的喔 然後大概走了 慢慢走大概10到15分鐘以內吧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秋葉原的區域 OK 它這邊有 博多豐龍的秋葉原總本店 然後後面這邊有那個唐吉克的 然後再過去一點有Big Camera 就在博多豐龍的旁邊呢 有一家秋葉原的Gachapon會館 是我們大概幾百萬年前 五六年前就拍過的一個 專門賣扭蛋的地方啦 我剛剛快速地逛了一下這家 就是在路邊的公展店 然後發現一件神秘的事 看有沒有人可以幫我解答 就是我在裡面看到我們之前 呃 夾娃娃夾道的那個 那麼很久以前的啊 可能我不知道半年或一年以上之類的 夾道的那個 我嬰的公仔 然後還有包含上一次來 大概一個月前夾道的死神的公仔 然後裡面的售價是寫五千塊日幣 然後我是有點懷疑想說 呃 因為是一模一樣 我很確定那個外型跟造型是一模一樣 然後我不太確定是 它真的就是本來就有在販售 然後夾娃娃一次兩百八可以夾 還是說它拿出來賣 然後但是外面特別賣比較貴這樣 如果有那個夾娃娃機或公仔達人的話 可以幫我解答一下 我覺得還蠻酷的 就是因為我有一種 我兩百八好像夾到五千賺到的感覺 好我承認我之前都沒有認真逛過秋葉園 我等一下要去這家 販賣那個Retro Games的店 晃晃 這家店裡面超酷的 它有賣很多像那種以前的Game Boy的卡帶啊 或者是什麼任天堂紅白機的卡帶 然後還有很多那個以前的遊戲機也都有 好順便工商一下喔 那個優惠券 目前賣的最熱門是Big Camera 不是賣啦 那個使用最熱門的是Big Camera 然後大家來那個東京逛的時候 記得要用一下有優惠 Big Camera這一排的那個扭蛋機還蠻多的 每次經過都會看一下沒有什麼新的 當你以為這是在扭美少女的時候 錯 是在扭美少女做的電競椅 是在扭美少女做的電競椅 BTS當兵之後 老婆最近可能會改名 Seventeen 好 老婆說她要扭Hoshi 然後我們就 喝出來看運氣啦 好 By the way BTS 她最喜歡的是Ging Ming 大家記得扭完之後 裡面的東西不要了 就是 扭蛋殼或說明書 可以直接放到旁邊的籃子裡面 好啊我們沒有扭到Hoshi 扭到Wong Wu 這個我大概夾了一千六百塊 卡死在這 就不動了 夾到囉 這個大概花了 三次還是四次 四次還是五次吧 等一下 Muichiro 欸不對 這邊 Muichiro Yeah 太久沒拍片了 好累啊 現在在秋葉原的路邊 然後等一下要跟Bub 會合去吃晚餐啦 現在大概是晚上七點 Bub今天工作有點加班 所以耽誤了一下下 他據說已經快要到啦 Yeah 下班囉 不要每次都這樣下 我也先跟我講一下嗎 不是啊 我跟你講說我在廣場啊 不是 我說不要 每次都 每次一來然後就突然拍 這樣才好看吧 給我一點準備嘛先生 好那我們來找飯吃囉 好 好啦那我用食べ樂具去找 這附近五百公尺 有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 然後我發現呢 第一名是 TOKYO Style Noodle 那是 Sukeman Sukeman 跟拉麵 真的是TOKYO 他不是故意講英文 真的叫TOKYO Style Noodle 然後第二名也是 拉麵 然後第三名是 咖哩 對看你這幾家有沒有想要吃的 好 那我來認真的看一下 好 我們選了一家叫TOKYO 的咖哩 好 那 In your opinion 你覺得秋葉原這裡算是 好吃的 就是 好吃的東西多嗎 我覺得應該說 好吃的種類可能沒有那麼多 但是好吃的拉麵應該很多 但如果你想要找就是 其他料理我覺得不一定可以找到分數高 像我剛剛直接看塔北的物件看下來 前 六名應該有五名都是拉麵吧 那你覺得跟這邊宅氣沖天 是不是有關係 我覺得 可能有一點關係 對 不敢說太死對不對 不是蔡阿嘎 來 那我們走去找咖哩吃 好 那這家金龍的SKMAN 其實我是第二次吃 然後它的麵呢 其實跟一般大家所知的SKMAN 不一樣 它的麵 它的麵本身是 加在水裡面 我覺得應該是保持它的Q度 然後 它沾的那個湯汁也比較清淡 所以我覺得 蠻適合給 就是不喜歡吃那種 魚介那種 就是超級無敵油的SKMAN的人 吃吃看 一種清爽的感覺 還不錯 好 然後這家的話 我覺得 跟BOB講的一樣 就是它的 那個麵跟湯本身都是蠻清淡 然後它的 墊麵本身就有寫說是個 以昆布為湯底 帶出魚介味 但不是像我們常吃到的那種 煮乾魚介那種很濃厚 它是比較偏 淡淡的 的鮮味 這家麵 可能在我的口味來講 我是覺得還OK 但我覺得 是一個很新鮮的體驗 為什麼從拉麵店 跳到這麼奇妙的地方 哈哈 因為我們回到 走路回到上野 領了我的小行李 然後 跟他回家了 明天還有其他拍攝行程啦 那今天的 上野到秋葉原半日遊 就到這邊囉 好 老婆 祝文 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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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